加一张图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评语后面 你可能要加一个换航 换航后面的话取得他 那个IMG的那个路径SRC等于 后面这一串 特别注意 你要取得这一串的话 他一定是放在哪里的 放在我们那个 这个Static 底下 有没有 Static 底下的那个 Image 所以我就先把那六张图 直接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或者复制过来可以一到六 OK 那我们确认第一件事情 在我们根目屋里面 会有这六张图 那这六张图当然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就是浏览器上面输入什么 我们的根目 网址加上Static加Image 加上那一张图 也可以找得到 OK 如果说 假如说你找不到的话 因为早上就是有同学 就是一直卡在这里 你如果找不到的话 特别注意 请你一定要检查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就是你的Setting 你的那个有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的 就是你那个Settings 里面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增加这一行叙述 那这一行叙述 云端上我有了 你就贴过来就好了 OK 后来发现 因为我本来是放一张图 有同学照打 可是照打还是错 后来发现他有 那个Jungle有改过版 你如果你的输入叙述 这个里面只要改一个地方 你可以试看 这边其实有些地方不能乱改 改个地方错了就错了 后来发现对了先把它记下来再说 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可以改改看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地方的叙述 你前面这个名称如果改掉 好像也不会正确 你们可以玩玩看 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 我曾经卡过一段时间 后来发现对了先把它记下来 就是这样的写就对了 OK 那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地方不对 比如说你可能有些地方没打正确的话 那这个名称如果没打正确 你试试看 假设我今天随便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DIR拿掉 我看看 这个好像如果你这样一改 你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page not found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最讨厌看到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请你注意 对的时候做一次对就好了 那怎么对的 反正就是那一串 那一行 所以那一行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你只要这一行是正确的 这一行在尾云端上有 你要正确的话 safe 你会发现 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它又回来了 OK 所以其实对的时候一次就对了 你千万不要在那边乱try 其实你怎么try 其实最后还是归结到 你要去check一下 你那个地方到底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当然除了image之外 css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增加css 到底是一样的 你一样check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你怎么try都不会成功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确定有了 第二个的话 当然我就需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加一行叙述 什么叙述呢 在评语的下方多一个换行 应该是换段 批是换一个段落 然后它的image source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个特别是static的image底下的这个图 所以我当然他做错我就先复制他好了 我就把它加到哪里呢 加到我的views的后面 特别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format的这一个 这一串字串里面我就再摆一个 摆一个什么摆一个这个东西 就刚刚讲的这个一个批换行 然后image source等于这一串 那里面的话因为有双影号 那这个双影号目前python是把它当自串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要把它分再跟那个就是 区隔的话 那你记得一定要try资源 有没有 就是把它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加一个反斜线 那这边一样会有个 那个双影号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一个反斜线 这样应该就OK了 就是这边要加一个 让他知道这个是里面的双影号 这个也是里面的双影号 那printer出去才会多一个双影号 这个好像在前面几次课有讲到 那我印象中还有 你好像也可以改成单影号 好像也可以 你试试看 反正这个改法蛮多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样会需要 但是这个地方01 02一直到06要改 所以这边的话我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大瓜糊好了 因为它不是永远是01 01的话永远过轻 那我需要再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也许是斗点 叫im区好了 不过这个im区呢 目前呢当然不存在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过轻下面呢 多一个什么 im区等于什么呢 等于给它一个叫01好了 然后标准的话就02 一类推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就在s的下方呢 再增加什么增加一个 另外一个变数 分别的话呢 就是给01 02 03 那再来的话就把它串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的 然后把这个img的值分别改一下 它不同的逻辑判断 会输出不同的那个土胆 OK 然后呢就直接这边输入上去 那我就直接让它run一下 理论上如果这边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save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关键的时刻就来了 就是直接run一下看有没有成功 如果一试成功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没问题 如果一样我就不改 Enter看看 这个应该是过清 过清的话应该会 看一下 这边 其他的部分的话 它有没有地方 save它 其他不用改 它有没有地方要改的 setting 这个本来如果都有的话都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加一个过了 image 串过来 OK 那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那没问题的话呢 就把它怎么样 重新再跑一下 那如果有问题 奇怪 为什么没有 检视要原始吗 看看 诶 哦 有没有 错在哪里呢 我想说奇怪 怎么不会动哦 因为 在这边有没有 要一个什么呢 斜线 有没有 因为你土挡后面要一个斜线 然后加一个大鱼 有没有 所以我这边 少串一个东西 所以有错没有关系 一定要以后要学着 怎么样把错误给解决掉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以后错也没关系 你可以 再 再把那个东西加过来 所以这个后面 它一个结束嘛 所以结束的话一定要怎么 串一个 斜线 然后再加一个 跟大鱼 这样子 OK 好 把它save一下 然后再重新整理看看 我觉得它应该 就会正确了吧 诶 出现了 有没有 OK 所以有错没有关系 常发生的 谁不可能 谁可能一次就做对吗 也没那么厉害吧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 你做错了 你可以马上知道哪里有错 这才是比较厉害的 OK 然后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 再过轻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 再把体重增加一下 如果166 然后体重大概60的话 它应该会跳哪一个呢 啊 标准 这一伤怎么样 如果再多一点点呢 如果70公斤的呢 诶 过胖 有没有 就长这样 然后再80公斤 OK 那它会跳啦 轻度 意思类推 OK 不过 这边有一个缺点 我们现在输入 全部都在这上面 所以待会 应该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表单 有没有 BMI 请输入你的身高 请输入你的体重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会比较Friendly 再来的CSS 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CSS 所以字的话请各位 再把它变得漂亮一点 我在那个云端上有放就是 再加上CSS 那CSS这个我在这边有放底下 这个第一阶段 这个增加图片 刚刚讲的 那 刚刚这一行 最关键就是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 我把它放这里 尽量放大一点 就这么大 OK 看得到 你就把它贴过去 一次就对了 因为之前也曾经卡在这一行 卡非常久 一直找不到问题 奇怪为什么 就是出不来 再来的话 就是加上CSS 不过如果要加上CSS 恐怕我们刚 因为我们刚刚输出的部分 用的是Response.write 那前面加Hello Hello 4是怎么样 是先加一个Templates 加一个样板 然后再把CSS套上去 所以这里有没有办法 直接套CSS 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 如果不行 那你恐怕你要怎么样 再加一个Templates 也许是BMI.html 然后再把那个 CS把它挂上 OK 请各位试一下 再加上CSS进来吧 反正一个网页上面 该有的 我们一定要有 然后让它 呈现各式各样的变化 那以后你遇到什么情况 你要接一个专案 来做什么 该有的都有的话 应该你也要做 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OK 甚至这些东西 如果你学会的话 那以后你要 你考虑在家工作 其实也OK 在家接CSS 你根本不出门 甚至你不一定要在家 把你喜欢的角落 你把CSS交好 传给对方 他要给你该有的费用 其实也蛮不错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图部分再加 再来的话 想想看CSS CSS也没有办法再把它加进来 CSS该怎么加 好 如果我试里面有讲到 而且你可以再把那个 有没有 我希望把那个 BMI跟评语的文字部分 让它变漂亮一些些 这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试一下